欢迎收听今天的聊聊你的心 今天的聊聊你的心要来跟你分享 幸福无守门人 妮娜老师的来自本周的心灵指引跟祝福 我们邀请亲爱的你 进行三个缓慢而且悠长的深呼吸 在每一次呼吸当中 将你自己带回内在宁静 并直觉从稍后三个元素当中 直觉选择一个你内心最有感觉的元素 我们马上就会公布属于你的本周心灵指引跟祝福 现在就跟着我一起进行三个深呼吸 深吸 缓吐 再一次深呼吸 缓缓地吐出来 最后一次深呼吸 吐 第一个元素是 舒服水疗 舒服水疗 第二个元素是 丰盛晚宴 丰盛晚宴 第三个元素是 罗马许愿池 罗马许愿池 选到第一个元素 舒服水疗的朋友 这个礼拜来到了奢何良性沟通的时刻 也是跟自己取得共事的最佳时机哦 送给你的情感建议 亲爱的 在这个礼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要请你练习尊重那些跟你不同立场的理念跟表现 你可以尽量地正确表达自己的感官认知 但同时即便你不认同 也要请你尊重对方跟你的不同之处 在相依之中慢慢调合成相互流动的水 是这个礼拜最大的突破练习哦 送给你的事业建议 在这个礼拜的工作及事业运势上 建议你跟同事合伙人或客户之间 好好协商好好开会多多增加彼此能够交流意见的机会 最大值得消除猜测跟对立就能够创造双赢的机会 送给你的温馨小提示 亲爱的 如果你感觉自己的现况是矛盾的 也许你可以尝试写一封信 或者静下来跟自己好好沟通 真正让你感到恐惧的是什么 你现在真正需要做的又是什么 如果只是累了 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允许你自己好好休息 相信这些练习都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礼拜的能量当中 得到更释怀的自我平衡 选到第二个元素 丰盛晚宴的朋友 这个礼拜来到了回归初心的时刻 也是用单纯的心对待跟照顾他人的最好时机哦 送给你的情感建议 亲爱的 在这个礼拜请你尝试让身边的每段关系 都带着最初的单纯跟愉快相处 这可以协助你更好的在关系当中 感觉到轻松跟舒坦 请你乐于付出 放下和原谅那些曾经的不愉快 这是一个回归单纯 创造新的开始的最佳时机 送给你的事业建议 这个礼拜适合稍微地慢下脚步 沉淀过往到现在的发生跟变化 在起步向前的重转时机 请你牢记 你身边可以提供你使用的资源非常多 愿意协助你的人也比你想象中的多 请你回到最初的视野 感激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但也要请你加以善用 跟对此表达感谢 送给你的温馨小提示 亲爱的 请你承设在这个礼拜 学习像孩子一样的生活着 你可以毫无原因地保持快乐 你可以把所有问题单纯化 你可以找出小时候的照片 看看保存至今的信件卡片小纸条 或者属于你自己的童年宝藏盒 你会重新发现 原来从以前到现在 你自己是如此的被支持着 这些都能够让你在现在 重拾力量哟 选到第三个元素 罗马许愿池的朋友 这个礼拜来到了激发新感受的时机 也是展开新关系的连结 或者让旧关系重新开始的最佳时刻 送给你的情感建议 亲爱的 在这个礼拜 请你重视精神粮食的吸收 你可以站在主导位置 用柔软和真诚的姿态 开发所有关系的新可能性 这个元素指引了打开关系的启动按钮 请你用爱的柔和心境跟身边的人相处 并请你更慷慨地回报对方的好 这是一个很容易有机会 让自己感受到爱跟被爱的一周哦 送给你的事业建议 在这个礼拜的工作跟事业进展上 一切都将会很顺利 第一 你会拥有跟先前比较起来 更开阔愉悦的心境 第二 你会发现身边有许多能够帮你一把的贵人 如果你正在工作的转换期 这个礼拜也适合积极地寻找新工作 相信会有很不错的收获哦 但要提醒你 无论在何种状态之下 都建议你在工作领域不忘真诚地交流 这将能够帮助你化许多阻力为助力哦 送给你的温馨小提示 亲爱的 在这个礼拜请你更重视自己跟自己的心灵契合 你就能够享受许多超过你现在所能想象的丰盛的爱的感受 世界上的情绪感受根基只有两者 爱跟恐惧 亲爱的 无论你目前正在经历的恐惧有多少 在这个礼拜请你用更多的时间进行爱的建立 这将能够协助你更快的感觉到畅快和幸福哟